Hi 我是Jasper 第一刮鬍刀 直式剃刀 罩丸 刮鬍刀架 刷子手柄 刮鬍刀保護套 以上你看到的東西都是3D列印出來的 這些都可以在網路上免費下載列印 那麼 哪裡可以下載呢 上述的下載連結都可以在Singiverse找到 其他的網站像Printboss也有一些 我把這兩個網站的連結放在底下描述欄 進入Singiverse首頁 你可以打 Shave Shaving Razor 搜尋 Jodomate 我知道你想搜尋安全刮鬍刀 Safety Razor 刮鬍刀除了安全刮鬍刀以外 還有AC Gem Injector 軟趴趴的第一刀片 就像可以折彎的軟件 如果你沒有把它固定好 它會反彈過來割傷你 典型的例子就是刀片陣戰 刀片折彎以後 回彈 化傷皮膚 Gem刀片很厚很硬 你很難用手把它掰彎 刀片的剛性很強 Gem刀片就像刀片中的斧頭 一刀下去 砍刮刷 砍刮切菜一樣 爽 所以別再執著軟趴趴的第一刀片了 如果第一刀片之間的差距是1到10分 AC刀片跟第一刀片的差異就是1到100分 只玩第一刀片 零星是歐伯 要3D列印就要印有意思的東西啊 這期的主角是可調的Gem刮護刀 你可以照以下的流程 換成你想要印的東西 在Syncva首頁搜尋 Gem Razer 縮圖裡看到有兩個底板的 這個就是了 可調的Gem刮護刀很少見 除了有3個底板可調以外 它還有抽屜式 類似插卡夾的刀片裝載系統 哎呦 這就沒看過囉 那麼 要怎樣把它印出來勒 如果你沒有3D列印機 我會建議在網路上搜尋3D列印代工 蝦皮或是網路賣場就有了 花錢喝牛奶就好 不需要養牛買一台 把要列印的物件網址 複製貼上 傳給商家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連傳檔都不用 複製貼上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喔 尤其是寫論文打報告的時候 傳給店家網址以後 你會遇到兩個問題 選擇哪一種製程 選擇哪一種材料 以刮護刀來說 製程選擇FDM就好 不需要用到光固化或以上 FDM價格便宜 成品堅固 沒有毒性問題 缺點是FDM的外表會有一層一層的堆疊紋路 沒有光固化那麼光滑漂亮 材料有PLA ABS PETG 選擇PLA就可以了 強度夠用 有很多顏色可以選擇 這把刀我選的是紅銅色 手品如果改成2tone配色 應該會更漂亮 要注意的是網頁裡的列印設置 像這把刀要求100%填充 有的刮護刀會要求安裝金屬螺絲 磁鐵等等額外的配件 下單前要注意喔 缺少配件會組合不起來喔 可挑的GEM刮護刀 總共5個零件 總重量才25公克 裝上刀片 整把刀21公克 製作的價格是480元台幣 大概16美元 這是2020年底 大概兩年半以前的價格 現在應該降價了吧 雖然PLA 線材很便宜 1公克不到0.5元 但是考量到製作時間 跟事物的成本 價格 我覺得是OK的 可挑的GEM刮護刀 很少見 市面上有在販售的 只有Blackland Saber 美國時間6月15 到6月21日 在Blackland官網 有85折折扣 呵呵 沒有看過這種像紅白機一樣 還可以插卡匣的刮武刀 從剖面圖來看 手柄的頂端轉到底 剛好會卡住底板底部的凹槽 也就是說 不管底板有沒有推到位 螺紋跟凹槽也會讓底板自動歸位 抽屜式的結構 左右側面 跟後面 都封住了 這種設計應該是受到老GEM的影響 可以限制底板不能左右前後移動 但是這種抽屜式的結構缺點也很明顯 它很難拆裝 因為底板跟刀頭的公差很小 裝的時候會卡住 安裝的時候首先會卡到刀片標籤 好不容易把刀片標籤塞進去以後 又會卡住固定刀片的兩個凸點 我推的時候都會擔心會不會切到我的手指 雖然塑膠有一點彈性 不過時間久了 卡到的地方應該會磨損 裝進去很難 要把它拆開又更難了 直接拉是拉不出來的 要把它左右搖晃 才能把底板拿出來 如果你手上沾滿了刮鬍泡沫 那種無法自拔的感覺 會讓你問候他老母 我的解決方式是找一條毛巾包住 就比較好拆了 如果不想這麼麻煩 可以看看這把刀的作者 Roger 其他作品 像是這把旋轉手柄 刀片的支撐桿就會移動的 Reporter SE 或是這把像Andersby致敬的Andginsby 設計別書心裁喔 而且拆裝刀片都很簡單 刀片尖端的側面被擋住了 無法測量刀片露出 我們拿一支紙紙簡單比對一下 A版的頂蓋 刀片邊緣護桿在同一條線上 刀片露出剛好在0mm左右 B版跟C版 頂蓋跟刀片邊緣連成的線 碰不到護桿 所以這兩個板有正向的刀片露出 A版到C版的刀片間隙 分別是0.46 0.72 1.04mm 如果加上刀片露出一起看 A版適合每天使用 B版開始有刀片桿 C版就有點意思喔 1.04mm的間隙 再加上正向的刀片露出 理論上是人間凶器 皮膚殺手 但是它的刀片角度只有16度 這麼小的刀片角度 刀片幾乎貼在臉上 再加上開尺的護桿設計 它可以有很高的僻近度 但不容易刮傷皮膚 有點矛盾喔 我試過小心操作 每天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會建議你使用更小更舒服的刀片角度 因為像斧頭的刀片特性 券刀片可以很輕鬆的破開很厚的鬍雜 但相對的 它也比較Hardcore 一不小心也會很容易插進皮膚 這把刀利用16度的刀片角度 馴服這頭野獸 這麼小的刀片角度不會讓你割傷 它的使用角度是中性角度 Nature Angle 讓頂蓋跟底板一起接觸皮膚 中性角度在A板上很容易實現 但是 因為B板跟C板有正向的刀片露出 刀片感很強 建議使用這兩個板的時候 採用靠頂蓋Ride in the cap 讓刀片的側面貼著皮膚走 刀片的角度更小 更安全 而且更舒服 這把刀的頂蓋有弧度設計 靠上去的感覺很舒服 你可以採用一點點壓力 把刀頭壓近皮膚 皮膚可以拉伸 刀片距離皮膚更近 可以刮得更乾淨 把手握在靠近刀頭的位置 可以更容易使用頂蓋Ride in the cap JAM刀片選擇很單純 只有一個選項 PTFE刀片 刀片編號是620178 這把刀就像柴子機一樣直接 像斧頭一樣大的刀片在臉上 就像在臉上用柴子機一樣 卡卡卡 裁掉鬍子 柴子機的作動角度是90度 這把刀也是喔 刀片幾乎跟鬍子垂直 這是一把非常吃角度的刀 如果你不小心加大刀片角度 除了刀片桿會變強以外 護桿上尖尖的牙齒會戳得你不舒服 它無時無刻都在提醒你 刀片角度不要過大 缺點也很明顯 這麼大的刀頭 角度又不能太大 整個刀頭都要貼在臉上 在處理弧度變化很大的地方很困難 像是下二線下方 雖然刀片的剛性很強 但是這個刀頭沒有夾住刀片的邊緣 使用起來會有一種不是很紮實 刀頭裡面空空的感覺 我在用吸板的時候可以感覺刀片會戰動 會有一種很粗糙的剃感 粗糙的感覺來自於刀片晃動 鬍子切不太斷 有點拉扯的感覺 這把刀的重量只有21公克 重量太輕 加上刀片固定不紮實 刮鬍子只能靠刀片本身的鋒利度 一旦刀片不夠鋒利 就會拉扯 另外 3D列印的刮鬍刀 最大的問題在於它的觸感 塑膠在臉上的感覺 並不像金屬那樣厚實 滑順 你可以想像一次性拋棄式的核刀 在臉上有點空虛 卡卡的感覺 再加上牙齒尖尖的觸感 很強的刀片感 在在都讓我感覺這把刀很粗糙 講那麼多 這把刀好用嗎 不好用 這是一把很考驗刀片鋒利度 也很考驗你刮鬍子技術的刀 雖然它不會讓你刮傷 但是可用的角度不多 拆裝刀片麻煩 粗糙的使用感覺 不舒服 這把刀的評分如下 雖然這是3D列印的效果 不盡人意 應該是我自己龜毛啦 但是它提供一個很好的模板 你可以把它修改 變成你的形狀 3D列印的價值 在你可以創造 買不到 或者是很貴零件的替代品 現在刮物刀不是很流行換底板嗎 像是GameChanger就有很多底板 有人就為老的Giletek 設計底板 Salibar換成OpenCom 甚至還開發出 Hansen四樣的底板 有人懷念2011年 比較刺激的MULA R41 就3D列印出 Speed Fire 頂蓋 裝上去就能變成 另一把刮物刀 比起重新買一把刀 可以更換的改裝零件會更有市場 3D列印的物件也不像星合金一樣會爛掉 從此跟星合金氧化 腐爛 說掰掰 3D列印也是好的賺錢工具喔 像這組Star Wars的手柄 光劍的手柄耶 你不會想買嗎 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很多刮物刀的仿帽瓶 像是這一把 是Wolfman的仿瓶 只模仿不創新是走不遠的 市面上仿包 仿錶 仿鞋很多 但是刮鬍刀這種東西 你躲在浴室裡刮鬍子 拿一隻仿的Wolfman 阿是要裝逼給鬼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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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